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茶叶在沸腾的热水中翻腾 它们被烫得痙攣痛苦 可是过了一会儿呢 它们的叶子又舒展开来 这就好比我们的人生一样 到了南洋 我也要变成一片茶叶 在开水里泡 慢慢地把叶子展开 散发出香气 只可惜阿姐再也品不到 你香气扑鼻的热茶了 品茶 不但品茶 还经常听见她朗声大笑 难道就没听见她哭过 她说哭也是死 笑也是死 为什么不笑 倒是有些意思 去吧 是 哭也是死 对不起 朱镜与点点红酒 我说了 我只是去餐厅点点红酒 请留步 您好 先生 里边请 卫特 按这位大人点的 你给我来一份牛排 一份沙拉 再加一瓶红酒 好的 我要带个汤里去吃啊 这边请 稍等平坑 难道这位先生的口味跟我一样 你也是去南洋 不 回南洋 南洋华侨 请问贵 大人请坐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虽然我长在南洋 但是我的长相 却醉醉中国了 此话怎讲 大人您看 我的眉毛是塞外的 眼睛是中圆的 鼻子是岭南的 额头是云贵的 下巴是巴鼠的 而我这张嘴呢 是广东潮汕的 风趣 太风趣了 大人说在哪儿见过我 是不是在哪幅画上见过呀 画上 我跟大人点了这么多的菜 胃口一定挺不错的吧 哪里呀 实在是不知道哪道菜好吃 所以就大一点撒网 说实话 对西餐我真是不敢恭维 餐具很好 但里边的菜肴啊太简单了 要说是饮食 还得是咱们中餐 马汉全席就不说了 单说这个烹调的做法呢 那就是多种多样 你像煎炒烹茶 溜蒸煮炖 爆烤烧 这等等等等 看来大人还是个美食家呀 逼人是孔夫子的门徒 食不厌经 会 我真的在哪儿见过 您好 先生 您的餐准备好了 大人 那我就先告辞了 咱们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大人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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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这儿呢 你们就让我随随便便处处入入 就不怕郑大人下令 把你们扔到海里去了 看那边 郑大人 真是个奇女子 明天船就到南洋了 这也许是我们俩最后的晚餐 不许说不吉利的话 明天 明天还有早餐 中餐 晚餐 加上今天的 怎么会是最后的晚餐呢 算了 不多说了 阿姐就是想告诉你 没有人能帮你 也没有人能救你 只有靠你自己 靠我自己 对 来 秋景 阿姐 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你问 你真的会像秋景那样 被杀头吗 没错 是吗 秋景别哭 阿姐和你一样 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笑着离开 要笑 知道吗 阿姐已经干了该干的事 死得其所 来 拿着 就是 就是 都要别喝 都起来了 开饭了 开饭了 快快 快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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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给我 我是给生理的人打的 让我接 生理的 先给他 来人 给拖一下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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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 放开我二哥 干吗呀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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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抬走他 船上有规定 这快死 这快死的人啊 必须要马上扔到海里去处理掉 不然的话呀 会传播瘟疫的 来人 拉走 拉走 这不胡闹吗 你哪这样就看见他死了 你欺负人哪 他都想马上就好了 好了 这好了怎么还那么臭啊 我的 来 闻闻我 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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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闻我 闻闻我 闻闻 我闻闻 闻闻 我闻闻 这船上两百多个猪崽 都是臭的 把我们都扔到海里吧 把我们都扔到海里 闻海里 闻哪 闻哪 来啊 好了 不让了 吃饭 我告诉你 我这是为了你们好 我 呸 哪里 太雪了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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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在说话吗 好香啊 好香啊 二哥能说话了 他说什么 我听听 听听 二哥 二哥 你说什么 说什么 我去 好香 他 他 他要吃东西 快快快快 二哥 我我我喂你粥啊 来 我带起来 我喂你点粥 喂你点粥 疯瘋 瘦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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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瘦瘦也行 瘦瘦 瘦瘦兄弟 来 喝点粥 瘦瘦 来 喝点粥 给阿妈喝 瘦瘦 你除了这句话 你还会别的话呢 瘦瘦 喝了就能见到你阿妈了 给阿妈喝 喝了 说去吃饱了 好 忙着吧 再吃点 再吃点 吃了就进去阿嬷了 阿泰 这是个好照的吗 对啊 我们快到南洋了 他们俩都醒了 我们和所有的兄弟一起下南洋 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 对 一块 我求我 是个不好的安洋 给我平衡过回个美瑞萨 祝公生给各位保重个 保重个生给个得罪 我 不长 死了 什么 怎么会死 他刚刚还在下课怎么会死呢 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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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泰 他真的死了 他刚刚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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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到南洋了 他怎么会死呢 阿泰就要到南洋 谁说的好也就好 他怎么会死 他怎么会死 收获命苦 被抓了两次 第一次是被贤智妇抓的 第二次还是被贤智妇抓的 他这一路 没遭什么严刑拷打 也没生什么病 可他就是不吃不喝 少少有点力气 张可就 就 阿玛 阿玛 他是想阿玛想死的 阿玛 小子 对这样的小子 我们不管怎么样 也要厚葬 他怎么办 两位大哥 苍蜜死了为兄弟 我想跟他管事说一声 去吧 去吧 吃吧 真死人了 黄玉达 黄玉达吧 我说他要死了 你们还不信 这显智妇可高兴了 他这来这一路上 这一直盼着黄玉达死呢 说说黄玉达也是 这眼瞅着就要到南洋了 这他怎么没憋住这口气 这说完了吗 完了 不是黄玉达 他呀 他呀 他死了就死了呗 来 你们这 你们这 你们干嘛干嘛 干嘛 不是 不是 守候兄弟是个好人 你们不能草草地 就把他扔海里 我们要举行隆重的海葬 否则 事者难免 生者难安 你 我 好好好 我 我回去 我回去问一下 一会儿就回来 马上就回来 吴哥 什么事儿 那颗兽猴死了 什么事儿 谁谁谁谁 是不是黄玉达死了 吴哥 死的是你又抓回来的那个兽猴 幸贤的 你又多了个追你讨债的冤魂 这到哪儿评理去 这事儿啊 就找阎王爷评理去 陈之墓 是人都有生老病死 你有死的那一天 你就不怕守候和他阿妈 在阎王爷爷那儿告你一状 判你个大罪吗 我怕 我 我 我怕 我 我 我 吴哥 那个杨学生说了 说守候死得太冤 咱们不能操作 老草的把他扔到海里 要给他举行海葬才行 杨学生说得对 守候是个大孝子 他这一死可是两条人命 开舱门 吴哥 这事儿还是先告诉三爷一下吧 三爷说不让开舱门 你傻呀 你还想让他们再闹事啊 这眼看就到南洋了 快快快 把尸体抬上来 扔海里里去了 走 叫朱吉女士到餐厅来 我有话要问 正 朱吉女士 我们郑大人要审问你 知道了 二姐 没事 朱吉女士 你记住 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只有你自己才能救自己 我记住了 对了 还有练字的纸吗 都让我练字练完了 一张都没剩下 好 秋菊 这是阿姐在南洋的地址 你到了那儿会有人帮你的 你千万要记住 这张纸不能给任何人看 如果有意外 就把这张纸撕了 快点 知道了 阿姐 有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 这只杠比你拿着 继续练刺吧 我走了 我走了 阿姐 阿姐 别哭 小姐 请 您回去 母亲 我话 伤识 要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船离南洋已经很近了 海面上的船越来越多 你们要举行海葬可以 不过 一定要抓紧时间 越快越好 记住了 上去的人不能太多 郑大人 这回您想起来 在哪幅画上见过我了吧 朱小姐 我很钦佩你的胆识 您是要把我枪毙还是要投海 请动手吧 坐下喝茶 二人 请 不客气啊 不错 好茶 看不出朱小姐还是个品名的行家 不敢 只是喜欢而已 试试 一试 我 我 油 我 你 阮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们几个 把他扔海里去 就这么扔啊 你还想怎么样 咱们也得给块白布吧 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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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啊 别生气 五哥 在我快要渴死的时候 这个兄弟给了我口水喝 知道吗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知道我已经很久不闹事了 是不是 但是你要不给白布同 我就闹事 五哥 这位兄弟跟其他的 猪仔兄弟不一样 他是个好人啊 学生仔 你别得寸进尺 我告诉你 我也是因为同情 这个瘦猴兄弟 才同意你们出仓的 你现在又要一块白布啊 告诉你 爸逼急了 我也是鬼神不认的 快 让他扔海里去 快 上一块白布 怎么了 是需要一块白布 是 这是要一块白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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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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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这茶一杯为品 二杯为解渴 三杯就是印马 想不到朱小姐身为死囚 还能如此轻松将生死置之度外 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奇女子 郑某为你感到惋惜 惋惜 那我也为郑大人的虚伪感到惋惜 不要以为只有你们革命党人 才怀忧国忧民之私 那郑大人也心系天下喽 我是康南海的弟子 后来是李鸿章的支持者 可惜啊 李大人做股了 那这么说 郑大人是洋务派加保皇党 按你们的说法 是的 也就是说 带猪尾巴穿西装 三爷 这 这 瞅瞅点 你别拦着我了 三爷 不好了 猪崽们都出仓了 什么 谁干的好事 走 走 走 三爷 大家放这儿 来 她们这是干什么 阿妩答应给一个死了的猪崽下葬 这个阿妩活得不耐烦了 是 你看 不能向羊排的去 只是要一块白布 白布 白布 只是要一块白布 是 谁死了 东西这么大 说 就是那个瘦子 就是你抓回了两遍那个瘦子 大家拖着啊 小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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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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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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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之夫 对 贤之夫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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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 五哥 这位叫瘦猴的兄弟 他这个大瘦子 他离死的时候还喊着他吗 他尚有高堂 结果两次被这个叫小白布 的给抓回来 我们让他下来磕头谢罪 不过分吧 不过分吧 这 这个我做不了主 好 这是我做主了 听起来没有 下面的猪仔 叩叩声声地叫你下去 给那个瘦子磕头谢罪 三爷 我不能下去 我要是下去了 他们非把我弄死不可 行 显大 这是没办法 你惹的祸 我就得让你下去 是不是让我提起下去啊 三爷 我不能下去 我要是下去了 他们非把我吃了不可 三爷 老夏 找块白布拿下去 是 三爷 三爷 我求你了 三爷 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您 都给您 您饶了我吧 三爷 混账 你要是不下去 我就让人把您扔在海里喂鱼 三爷 放心 有我在呢 他们不敢动你的性命 是 是 快去 我在总督府审过一个受伤被俘的革命党 此人剪短发 穿西装 英俊潇洒 翩翩少年 他叫林绝敏 是个福建人 他只会用英语回答问题 他慷慨陈词毫不拒塞 忧国忧民之情 异于言表 可你们还是把他给杀害了 不错 我亲耳听张总督赞叹到 好一个林绝敏 他面貌如玉 可肝肠似铁 他的心地 竟像雪一样的光明 我曾劝张大人 能否为国家留下这个人才 可张总督却说 像这样的人 万万不可留给革命党 郑大人 那像我这样的人 您也不会留给革命党吧 请您动手吧 不不不 我不是屠夫 等到了南洋 我把你交给领事馆 把你押解回国 按朝廷的法度裁决 在下船之前 解除对你的勘押 你可以自由地在船上活度 那朱锦就谢谢郑大人了 但是我还有一事相求 这件事是您能做主的 什么事 等到了南洋之后 请您放了跟我同仓的 矿丘局 她只是一个被我抓来 做掩护的乡下女子 与此案无关 请您放了她 这件事嘛 好说 我可以答应 过来 过来跪下 过来跪下 磕头解罪 好兄弟 对不住你 你是好人 你会去西方极乐世界的 我对不住你 到清明节 我给你烧纸 我 我给你烧两大车 集园堡 我 我对不住你 说完了吗 说 说完了 听长 我这位瘦侯兄弟啊 从小到大 离开家门不超过五里 这回路远 西方极乐世界 这路不熟没去过 你得带着路送住他啊 对啊 对啊 送一车 对啊 送一车 把他送一车 对 把他扔个海里 这是什么事情 这是什么事情 别动了 别动了 扔个海里 是 是 别动了 不过分 我答应了 阿妩 给我把险制副抓起来 是 抓起来 三爷 三爷 真是使不得呀 三爷 诸位弟兄 现在正值及时 我们还是把这位 小兄弟给海葬了吧 先把他扔海里 对 你答应我们的呢 我龙三 一言九鼎 老家 瘦子身子骨太弱了 不能给那个险制副同行 他要到了阴曹地府 路上还会欺负这个孩子 你把他从船头扔下去 是 三爷 把他给我压倒 弄到海里去 三爷 三爷 别别 别 别 鸡温 鸡温 别别别 别别 不能啊 我给你们钱 钱 我给你们钱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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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位 这回满意了吧 行了吧 赶快给你们的兄弟下葬吧 绍侯兄弟 我们有幸坐一条船过番下南洋 又一起在统舱里过了十几天 虽然没有同生同死 但是我们永远是生死兄弟 绍侯啊 传媒是北标 家在北标记住了宗海 绍侯兄弟 谢谢你的水 绍侯兄弟 走好 走好 龙三爷 郑大人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只不过舱里空气不好 出来透透气 好像是有人死了 这 可能是有人病死了 阿妩 快上来 三爷 郑大人 怎么回事啊 一个签约的华公突然生了疾病 死了 太可惜了 俺合缘吧 尽快把抚恤金给他家人送去 一分一礼都不能少 是 这些华人都是自愿签约的吗 对 都是 都是自愿签约的 开船前啊 官府还来过人 还一个一个找这些华公问个话 都有记录 不会有事的 对对对 没事就好 那就下去为这位兄弟送葬了 你们也快点 家伐事丰大 别让兄弟们吹着了 是 就就 我假气真做 都是为了你着想 你丑人太多了 三爷 以后 我 贤 贤质 就 就是您的人了 您让 让我干 干什么 我就 干什么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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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贾给你的地址 你收好了 收好了 船快靠岸了 你还是早点下船 三 三爷 不瞒您说 魂都瞎没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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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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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悬的 喂 是你 是你 大提 谁 谁大提 谁大提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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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来 你来 站起来 谢谢 怎么了 他站起来了 好 他刚才从这儿踩起来 我 你能听到 有什么声音啊 跑向人家跑向靠岸了 你们大家伙一定以为 船到了南洋之后 大家可以随便行走 遍地是黄金是吗 我听他们说了 南洋啊 遍地都是黄金 说不定啊 抓一跟头 就能捡到狗头巾 是 说不定您能踩到狗屎呢 我可听我阿爸说了 这南洋的西矿啊 根本就是一座大牢 进去之后 甭说出来 就连往家里捎封信都不可能 是不是是不是 什么 不让写家信呀 不会吧 那我怎么跟我阿爸说 他能来救我呀 所以 赵青 我想求你件事啊 我们这帮被抓来的猪仔 传业靠岸就会被带进 种植园或者西矿去干活 你不同 你有大词 你可以自由行动 所以想请你替我们大家 给家里写封家属烧火一下 报个平安 好不好 阿五 听好了 你怎么办啊 有姓正的在 领事大人必然亲自来接 说什么 要等那个姓正的 被领事大人接走了 再让猪仔们下船 是 还有别的吗 还是那个学生仔 他说他有大字 让我把船票还给他 帮他下船 我看这小子挺仗义的 要不 蠢货 一个毛孩子 喝了几天羊墨水 你就搞不定了 再说 死了那么多猪仔 你来重说啊 那这样 我就不能跟你们一起去 西矿还有种植园了 大哥大哥 我呢是 非常地愿意和你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可以帮我写封家信 给我阿爸 让他赶紧带人带钱来救我 这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大家可以一块享福了 是不是 这位兄弟 要是你真能出去的话 也请你给我阿妈和海曼 带个消息报个平安 对啊 盛先生 帮个忙吧 周星啊 给我们大家伙计封家书 上个家信报个平安 也是件大事 那这样 我去寄完家书 我再来找你们 这主意好 这主意好 信也寄出去了 兄弟们又在一起了 多好啊 对不对 对 这么着 那把你们家里的地址 告诉我吧 我先说 我先说 阿妈 海曼 我跟邝家的阿哥 都已经到了南洋了 邱局也在床上 下台下台下台 本来我们不知道 下台 你这是家书不是地址 我告诉你什么叫地址吧 听好了啊 大哥 我本少爷的地址 是在广东省的 我这个家街道 然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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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乱下等 下等 这个家街道 然后 阿台 下等 你们家住哪儿 你都不记得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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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御法 我真忘了 完了 不是 我天天出门都做教统 我哪知道我家住哪儿啊 怎么办 怎么办 让我怎么办 我阿爸能接我怎么办 起来 不是 阿少爷 你家是广东山头的 对 他知道 他是我们家长工 对 还是我 先说吧 还是我先说吧 我先说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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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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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多有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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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 我想过了 我死活都不会跟你分开的 船都靠岸了 怎么还说傻话呀 放心吧 政党人不会为难你的 你就听我的 尽量拖住政党人 晚点下船 能拖一会儿试一会儿 为什么 你就听我的吧 秋菊 大家伙别急啊 都有份啊 一人啊 别急 快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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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快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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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仔 听阿妩说 你有大字 要登岸 是吗 对啊 是我阿爸给我买的 那你阿爸很有钱呐 半个大字 可要花很多银子啊 那大字呢 自己看 还真是个大字 快点 别急 你 我只是想仔细看看 你说你老爸也真够狠心的 让你一个学生仔 只身一人 孤苦伶伶地飘扬过番 要苦到什么时候才能挣回 买你这张大字的钱呢 我真不明白 我阿爸让我过番 就是为了让我吃苦 获钱吃苦啊 好想吃苦 我给你个机会 干什么 干什么 快 快 你干什么 干什么 这头部 那个 董事 这位 你这位 往上 我就说你放下 谁吹的 谁吹的 是不是你吹的 不是 那是不是你吹的 学生仔 这一路啊 就因为你自不量力 敬给三爷我添麻烦 正好 这船诸仔死了不少 你就老老实实冲个树 给我做诸仔 苦啊 是当着你哭哭的 你干什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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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快快 大哥 你看 你就去 帮你进来 你敢用吗 这能用吗 快进去 喝 这还没理发 我再来 没关系 别人 明明 你吃得看